相信有很多上班族都會抱怨薪水不漲 物價倒是漲格不停 尤其是民生物價 讓外食族開銷變大吃不消 我們再來看份是由有求職網站做的調查 這是針對了20歲以上到35歲以下的青年族群 做一份調查要了解青年上班族的生活狀況 您看到這個數字是有大概有九成 這麼多的人都認為今年的外食 在外面的開銷比起前一年都是增加的 而且增加了多少呢 比起前一年要增加了有將近快要五千塊 是四千七百八十四塊錢 如果我們進一步來了解青年上班族 對於哪一項的物價最有感這樣的漲幅呢 在能夠複選的情況之下 最多人就是認為外食的部分漲價的幅度最多 那麼另外還包括其實一般食品 還有民生用品 也都有很多人認為漲價的幅度很高 在外食明顯漲價情況之下 調查結果也顯示 平均算下來每個月青年上班族 主要花了多花了是五千一百一十一元 那麼他們是平均算下來 外食要的花費就是五千多元 在外食上面 現在面對外食上漲的壓力 青年上班族只好 有些人方法是少吃一點 或者是改採取自己帶便當的方式來營營 外食漲不停 小四上班族吃不香 薪水沒有漲 只好靠著節流省錢度日 上班族的經濟支出大約六成是用在飲食費用 從事演員工作的小莫 案子不穩定 一個月最多月入兩萬元 但是他靠著電鍋煮飯 一個月餐費就可省下將近六千元 一個月下來的話 我的花費大概是四千八百塊左右 那跟以前來比的話 我總共會省下七千 總共會省下五千七百元 自製無油低卡料理 吃得健康又省錢 另一位小資女 畢業後都從事服務業 不過因為起薪低 平均月收入不到兩萬 吃得更省 自製乳味和義大利麵 一天餐費不到五十元 那如果自己煮五十 五十乘以三十一千五百 一個月可以省到六千塊 上班族要怎麼理財 其實除了節流 開業員也很重要 細膩的幫女生化妝 三十五歲的莊先生 其實從前是一位廚師 為了增加收入 接觸美容業 從一開始的門外漢 到現在已經有能力 開班授課 靠著開業員增加收入後 開始投資房地產 以防養房 現在也當起包租工 因為是去標法拍屋 所以算資金也比 一般的房價低 然後就買到五六樓 那五樓就四處 六樓就租人 另一位理財達人更厲害 從負債百萬到如今身價上看四千萬元 理財第一步 他從記帳開始 除了收入和開銷 還先編列一整年的支出預算 隨時做筆記 年年支出成功降低 因為你訂了預算 你是給他一個金額嘛 那你就填在這個地方 那你每個月不是會結算嗎 我那時候說去星巴克就點本日咖啡 就是不可以點別的牌子 你就會檢查出來 靠著記帳累積資金 開始投資股票和房地產 讓錢滾錢 資金才會增加 不過小資足低薪 一個月存不了多少錢 理財達人建議 還是要先從節流開始做起 再增加收入 逐步規劃理財時間表 早日脫離月光族 余珍TV 魏菲璐一新台報道